来关心学校教育,为了若时幼小衔接 华联市立幼儿园,起好上午特别带领90名的大班学童 前往中校国小进行校园参返活动 而市长为家燕也特别出席 感谢中校国小用心规划 让孩子们先熟悉校园以及生活环境 每一个小朋友我们都完整的体验一遍好不好 为若时幼小衔接,华联市立幼儿园 起好上午特别带领90名大班学童 前往中校国小进行校园参访活动 过程中除了体验全新邮剧 也进入图书馆、教室及办公室 让即将进入小学生活的大班学童 对校园环境设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接下来孩子即将进到国小的学习环境来就读 那也透过这样子的活动的规划 让孩子对于环境有进一步的认识 免除掉孩子对于环境的陌生感 那也帮助孩子能够在未来进到小学就读的时候 能够更顺利的衔接 我们幼儿园的学习区就跟国小上课的模式不太一样 那在毕业的前一个月 老师就会让小朋友做幼小衔接的课程活动 那可能就会体验上课是10分钟 休息10分钟 然后趴着午睡等等 那我们是又每一年都有进行毕业成长营的活动 让孩子做一些体能性的挑战 今年是跟水有关的活动 让孩子在毕业成长营之中 可以想用团队精神合作的力量完成 完成他们的目标 然后也让他们在幼儿园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而市长薇佳燕也特别出席 感谢中校国校校长中继承 及全体师生的协助 并颁证感谢壮 那我想在衔接教育的这个部分 我们想要让孩子们能够更熟悉 国小的学务的一个状况 让孩子们能够了解 那也不陌生 谢谢我们飞飞员长 跟我们所有的老师跟志工妈妈 特地的带着我们90位的孩子们 一起来到学校这边做一个观摩 西游大班的三个班级派出代表 为季校长献上首会谢卡 而市立幼儿园也会持续安排 校内的各项衔接学习 市长薇佳燕也请家长们不用过度担心 一起用陪伴与引导 让孩子们稳步成长 记者 徐立晴 华林斯报导